众所周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的那些明星 其实他们跟自己私下生活的样子还是有出入的 而平时我们看的样子 不过是由他们的经纪公司包装过后的模样 现在网上很喜欢说明星的人设问题 其实这些人设也都是经纪公司给他们安排的 目的就是让部分目标群众对艺人感兴趣 第一位宋艺 庆云年中的小妹 每一个男人都想要这样一位妹妹 出道前感觉很是清纯还有些羞涩 出道后的照片除了清纯多了几分俏皮 第二位新智磊 她这个颜值的女明星 换做视频日里我们在大街上见到 最多就是多看两眼就满足了 可是经过经纪公司包装之后 她就成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女生 我们从她身上可以看出一种英姿飒爽的感觉 就算不是非常漂亮 也会觉得很惊艳 第三位就是李沁 其实李沁在出道之前长得完全称不上是好看 可是她比较幸运 自己的努力被经纪公司看在眼里了 到后来李沁成功出道 她的形象经过包装之后也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要不是有照片为证 真的完全不敢想象照片里面的李沁竟然就是同一个人 现在的她经过包装后比以前减零了不少吧 最后一位就是李纯了 她的变化是最大的 通过图片我们可以看到 以前的李纯普普通通 甚至称不上是美女 可是经过培养和包装之后 她完完全全脱胎换骨了 现在这个颜值也太高了 难怪会有这么多人喜欢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